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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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你们这又没亲又没抱的 你谈的什么恋爱啊 有可能是人家比较保守的 你得搞清楚了 他是保守还是没兴趣啊 不可能对我没兴趣 没兴趣能怎么约我吗 你见过他身边的人吗 没有 家人呢 朋友都没见 还要能见家人呀 那你除了他 他什么其他朋友 你都没见过 我有那么着急架出去吗 我还都见了 就算你着急 你也不能那么糊里糊涂地架了 这种神神秘密的来 肯定有什么问题 不能 我唐哥跟他是多年的同事 并且还是他的领导 要有什么秘密的话 我唐哥不可能不知道 这种事表面是看不出来的 你得去试 我让你去试一试 怎么试啊 你说怎么试啊 你都多大了 还要我教你啊 你讨厌你 我从来都没试过 我也没让你干嘛 你买这衣服 是不是得试一试 你买化妆品 是不是得试用一下 万一过敏了呢 可是结婚 又不是买东西 还得试 我可提醒你啊 你跟他不一样 他这是二婚 他最多再离一次婚 但你不一样啊 如果真结了 万一离了呢 那你就成二手货了呀 可是我又不是化妆品 我没试用妆呀 你现在最主要的是 要搞清楚 他对你有多大的兴趣 有些男人再次结婚 就想给孩子找个后妈 你可别成人家的免费保姆呀 方乐 不是你回来一趟好不好啊 我是发烧了 不管怎么说 我们媛媛也很夫妻一场 你说他爸先这样 我怎么走啊 老爷子快做手术了嘛 就想吃口烤鸭 我这是跟烤鸭店的 买烤鸭的 可真行 你从来没 没给我买过烤鸭 我连烧鸭我都没吃过你买的 你快回来好不好 爸 你发生事你赶紧回来 爸 你好 有交道烤鸭吗 好的 老房 老房 你俩在这儿呢 你来干什么 不是说你冰豆了吗 我今天给你转门助理万面 这是我的绝活 胡椒夹得不少啊 你吃了一壶浑身发痕 往背窝里一转 这一磨痕 我跟你说 撒北冰都出来 快快快 我不吃 你看你 我死拉倒 早死早凉 讲得恨我跟你说 你敢撒酱都不敢翻酱 这是我的绝活 俺儿媳妇坐月子的时候 转门垫这道面 你今天享受的是贵饼待遇 把你还不吃不吃 你还饿都想吃了 你饿 不是你在这儿吃 这打劲呢 你看你忘笨了是不是 咱年轻的时候 都是顿着吃你 谁在那儿吃你 坐上桌子来 你看你 这这这味不错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你是让你啊 儿子儿媳妇 给培养出来了 老肖啊 你说你呢 把儿子养大了 现在又养孙子 人家呢一家呢 都养一个孙子 你养一窝孙子 你就不怕养一窝 白眼狼吗 把你这老骨头 啃干抹净 一点儿骨头身都不剩 等你爬不动 走不动的时候 有几个来伺候你啊 特别是儿子 那老话里不讲吗 鞭炮一想 儿子白养 你说我我养的儿子 我这儿发着烧呢 他去伺候他前老丈人去 我想喝口热水 都轮不到 我得排队 我房子是你亲儿子嘛 对不对 他给别人做这好事情 你应该感觉到口腥嘛 教育的好嘛 我教育的好 那时候我给别人教育的 别说别来了 我给你说 你成年死把我 养娃房了 养娃房了 挂在嘴上 到料了你养了 大大笑笑 养了一群白女儿郎 那你这啥办法 你还气死呀 这个娃是个啥 娃都是个存者 忽住不是你 明白你又不知道 你只有存钱的份 还没有花钱的份 你要花钱的话 你看我讲忽住 同意不同意 这养娃啊 这都是一个风仙嘛 咱小时候啊 父母有啥好吃的 有啥好活的 我不都嫌尽着咱嘛 等咱想明白了 父母照片都挂在墙上去了 所以说咱得想开 这个养娃呀 爸 你们老哥俩怎么做事了啊 给你爸电波电波 对 爸这我买了烤鸭 小叔您别搞了 一会儿进屋吃烤鸭去吧 你小叔我这夫妻喽 那散搞 鞋子搞 战古城搞 血压还搞 那回头来 爸别吃这样 吃烤鸭买回来了 对对对 你给房子 给儿子去快些 再我去吃 吃烤鸭去 房子 对你爸要好 你爸可是屋里的爆啊 是是是 八秒了这我都散了 好了 你也是你爸的爆 好的小叔 谢谢您啊小叔 好好好快回去快回去 爸 小兵啊 我该烧不热 烧子拉倒 还省了口花费 这说什么话呀 我这不回来看你了吗 烤鸭还热着呢 那叫我吃烤鸭去 房儿啊 我发现你在贾行光 那待些日子 嘴也甜了 也会伺候人了 谁说呢 你儿子我一直挺会伺候人的 是 原来伺候你媳妇 现在伺候你前老丈人 这 你什么时候伺候我呀 就这烤鸭 我还是沾贾行光的光 不是他 最近这身体 到底怎么样 不太好了 大夫说咱这胃里全切了 全切了 那还用吃饭吗 那看手术之后 恢复得怎么样了呗 什么是手术啊 没一定呢 可能应该就这几天 他们家那请没请那护工啊 没有什么有我呢不 不是我跟你说啊 这请护工啊 你不请护工不行 那那伺候病人 那是个体力活儿 你说贾行光那么大团 你都搬来搬去 你都搬不动 当年我伺候你妈的时候 要不是你姐姐帮忙 我累得我就得住院 我跟你说啊 我把你借给贾行光 那是我可怜的 那出于我的人道主义 别让他瞪鼻子就上个脸 别以为不是亲生 就可劲地用 你看你看把你累的 那果子脸成瓜子脸了 他都哄了 喂 老贾啊 对我是老邦 你再这儿来 你得保重身体啊 我跟你说 我把儿子借给你了 你可劲用啊 我跟你说 你可劲地用 要么你对不起我 我没事 我就是有点小感冒 吃点后就好了 行 好好好 行 这怎么着 你干嘛了你 这是我亲爹啊 行走吧 那您呢 我这儿没事 我吃点药就行了 没事 那贾行光那儿缺不了人 赶走 那行 这烤鸭啊 我一共买了一只 他爸拌只 您拌只 您想吃的时候热热再吃 我回院了吧 走吧 对 你等吧 你爸给我撑起来 这你还是给贾行光拿来吧 他这儿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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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事 他病人的需要 你快看他去 你拿走吧 行 那我走了吧 您保证 嗯 我有空就回来看您啊 叫他们护工啊 记着啊 美京 美京 我在这儿呢 我在这儿呢 上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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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冻死我了 好 这天可真冷啊 睡了 美京 你怎么了 你感冒了 我 我 香水 香水有点过敏 哎呀 早知道 我就不喷香水了 哎呀 其实我也特不喜欢这味 你这么急 找我什么事啊 哎 我们家那暖气吧 跑水了 然后我一着急 把钥匙反锁在家里 喂 是 无聊家了 那 那您赶紧找那个开锁的呀 我找了呀 可是人家开锁需要身份证 我身份证也在家呢 哎呦 那麻烦了 这把楼下给泡了那可怎么办呢 嗯 赶紧找物业 哎 要不然我帮你报警啊 哎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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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哎 修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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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是 呃 松木叶出门的时候 把钥匙落家里的 嗯 我给你打电话 是想跟你说 今天晚上我没地方去呢 我 我跟我哥也打电话了 可是我哥和我嫂子正吵架呢 这时候我去吧 也不太合适 我想 今天晚上 能不能在你家蹭合一宵呀 我 我们家不方便 不方便 哎 嗯 嗯 嗯 那算了 那我自己想办法吧 哎 你 你 你等 你 你把门关了 我带你去 对吧 真的 喂 谁啊 哦 对不起 金总 打错了 打错了 哎 好 您早点休息 哎 再见 哎 哎 你住酒店呀 这是我们单位的那个 协议酒店 用打折的 来 给我开个楼里间 对不起 先生 标准间没有了 有大床房 但是那个价位呢 是为了高一点 你看你要吗 是 那女士 您出身啊您的身份证吧 我没带身份证 那对不起 我们酒店有规定 凡是住住的客人啊 都要那个登记身份证的 那个 我们就一个人住 一个人住 那访客呀 不能超过晚上十二点的 马上走 马上走 好嘞 那个 那房卡给你 你明天就搁屋里就行了 好好好 那我先走了 你有事啊 不是 你早点休息吧 这一天也挺辛苦的 我还想跟你说说孩子的事呢 就一会儿 马上就完事 走走走走 就几句话就行了 不用 不用 不 除了容易感冒 不 这真不用 我 快点 爸 还腼腆上了你说 咱们喝点什么 不用 不用 喝点酒吧 不行 我不能喝酒 开车呢 那个您刚才说的 那个关于孩子的事 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北京 就是孩子吧 我觉得得有一个 完整的家庭 有一个爱他的爸爸 还得有一个 爱他的妈妈 父爱和母爱 缺一不可呀 真心 慢点 没事 所以 北京 我觉得 我是最适合 当他的妈妈了 我会把我所有的爱 逗给你和你的女儿 所以 我俩的事 是不是得抓点紧 安静 安静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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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擦擦 不用 我不用 妈 我 我在酒店呢我 我就按照你说呢 可是她说她不方便 我想也是 就是 你说她那个女儿在家呢 我这大晚上去 确实也是不方便 我给你打电话呢 就是想跟你说 我要去干嘛呀 我 我拖了呀我 我拖 我一进门我就拖了 你 你跟我说 你好好跟我说 我我静一下啊 我静一下 什么 我生铺的呀 你 你跟我说 你好好跟我说 我我静一下啊 什么 我生铺的呀 北京 你回来了 你好 您先生的身份证 落前台了 谢谢安静 好 我静一下 干嘛 你这 什么情况 你怎么一回来就洗澡啊 这吃了火锅 味儿特别大 我怕你闻着睡不着觉 跟谁吃火锅啊 客户 闻闻 还有味儿 你今天有一丝丝奇怪哦 什么奇怪 还是奇怪 嗯 嗯 哎 你改天给我介绍介绍啊 你这火锅店 涮的是香水 特香 嗯 嗯 我看看 我看 什么呀 哎 奇怪啊 怎么会这味呢 好 太奇怪了 真的是太奇怪了 别别别 别别 那个 我 我 我没吃火锅 是 是有一朋友 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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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家水管都漏了 然后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帮忙 好连我就去了 然后 他身上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味儿 男的女的呀 女的 哪儿认识的呀 董事介绍的 干什么的呀 又连老师啊 哪个董事介绍的呀 就我们单位那个 金总 上北京 嗯 以后说瞎话 想好了再编 编好了再说 不是 我没说 我没 你听我说 我真没说瞎话 我对天发誓 我说的都是真话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 我跟他说去 好吗 上北京 你这个人吧 就不具备说往话的天赋 你不说是吧 你要不说 我也懒得听 我睡觉去 去去去去去 我说说说 是 是我前妻 她正好来北京 就见了我们 在哪儿见的 就她住那个酒店 大堂的咖啡厅 是吗 不是 我 我去她房间了 我不是想去她房间 是因为她带着孩子来的 我主要去看看孩子 见着了吗 见着了 她还认识你吗 当然认识 真挺有良心的 比我强 我跟你说 我那会儿 我愣是半年没叫他们 你们这些当大人呢 我跟你说真的 不靠谱 这明明没有做好一辈子 相守的准备 你说你生什么孩子呀 你生下来你真的 你对她不起 我跟你说 你给你鬼女钱花了吗 太不靠谱了 太不靠谱了 什么亲爹 你那么长时间没有见她 你都不说 给她点零花钱花的 让她买点玩具 买点衣服什么 高兴高兴 你这是怎么这样啊 你抠门死了 不确定 你给她打一电话 干吗 你跟她说啊 我去看看她 不用她 明儿一早上飞机 她就走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 特别恶毒的后妈 会虐待她呀 我就根本没想让你当后妈 那你就给她打一电话 你跟她说我陪她逛街 你就当找个人陪我玩不行吗 我最近特别无聊 你说我闲子不行吗 你就当她陪陪我不行吗 那这事我得问问她妈 行 你干吗去 我去帮你把衣服给洗了呀 沈美静 你前妻她不知道你鼻炎 闻不了像什么啊 时间长 忘了吧 谁啊 一六零八六 你干吗 你干吗 喂 喂 你好 我找一下上北京 您 您稍等一下哈 这点光 这点光 别打 你怎么得挂了 你看 你这人怎么那么没良心呢 你没这必要 你把你前妻号码存成一零零零八六 你自己明明又是联通的手机 骗我 你跟人打回去吧 没准特别重要的事呢 什么重要事 什么重要事 别人再说 快进 沈美静 你要是哪天想跟你前妻复婚 你提前通知我一声 你瞎说什么呢 他年轻的时候肯定比我漂亮 我都忘了他长什么样子 你不是今天下午才见过人家吗 我说我忘了他年轻时候长什么样子 没完了 我跟你说你这 你这 这么没良心你们这些臭男人 太没良心了 什么没良心 我忘不了你长什么样子完了 我想多干吗呀 你说什么 我说我忘不了你长什么样子完了 你说什么 我说我暗暗不了你 他怎么跑的呀 什么叫跑的呀 他大晚上呢 他女儿一个人在家 总不能让他自己在家吧 他女儿多大了 十五六岁吧 我没细问 这个年龄的孩子不太好对付 不过我觉得挺懂事的嘛 你怎么知道 因为上次我给他爸爸打电话的时候 是他女儿接的 然后我觉得他说话还挺好的呀 完了完了 你这可彻底陷进去了 反正我觉得吧 他特适合我 一般像他这样有责任心 对孩子有好的男人 实在太少了 我在幼儿园工作那么长时间 第一次见到 对孩子这么感兴趣的男人 我的梦想呢 就是以后等我孩子上幼儿园了 就由他父亲来接送 那还要你干吗 我负责沟通教育啊 养育一个孩子 不是父母一方能完成的 生育生育 生很简单 育才是一个持久和深入的课题 但是我要问你 你准备怎么办啊 他的身份证不是落我这儿了吗 我就想去他家一趟 把身份证还给他 顺便再见一下他的女儿 你好 你爸爸在家吗 谁 你爸爸 上北京 这不是上北京的家吗 对对对 是上北京家 那就没错了 我是来给你爸爸送身份证的 上北京身份证怎么在你那儿啊 他那个不小心落在我这儿的 来来来来 快快 请请请请 来来来来 我觉得你和你爸长得还挺像的 是吗 我可不想跟他长得像 长得多难看啊 哎呀 女孩子长得像爸爸 有福气的 阿姨 您贵姓啊 我姓金 你不用叫我叫阿姨 咱们俩差不多大 你叫我姐姐就行了 以我们那多不合适 怎么能叫姐姐差着备份呢 我就得叫你阿姨 随你随你随你 阿姨 您跟我把鼻是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是接人介绍认识的 我堂哥是你爸爸同事 同事 哪个同事 我爸同事我都认识 我怎么不知道 你金叔叔你还记得吗 金叔叔 我们是本家 阿姨 你是干什么呀 我学的专业是心理学 现在在幼儿园当老师 其实我们之前都通过电话的 那天晚上我给你爸爸打电话 是你接的吧 我一听声音就是你 你爸爸总在我面前提起你 我是吗 你跟我说说 他都说我什么了 没说我坏话吧 我可逃了平常 没有没有没有 一直夸你聪明 懂事 只是我没想到 你已经这么大了 我多大呀 我可小了 比我想象的大那么一点点 没办法 我爸结婚太早了 是是是 像你爸爸这个年代的人 结婚都比较早 好多呢 都是为了结婚而结婚的 所以到最后呢 有一部分人 是觉得不幸福的 不过 如果他想重新开始 下一段幸福的话 也是可以的 你多大了呀 我八零后 八零后 我小了 你给我几次婚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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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晚点都是软 你没收住啊你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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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吧 你坐吧 接着聊 对不起 我 我没结过婚 那你可有点亏 你知道吗 我爸 离我两次婚了 这信息量也太大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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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听说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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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都不知道 我这个 我爸这第一次啊 是跟我妈 那我妈 也不知道她什么人啊 就嫁给她了 谁知道呢 嫁给她之后 发现我爸现在是默默唧唧的 后悔了 跟她离婚了 然后给我找了一个养鬼子 给我当后爹 你是学心理学的是吧 对 那你跟我分析分析 你说我妈 她既然觉得我爸她不像男人 为什么要嫁给她呀 我觉得吧 是你妈妈对伴侣的诉求 发生了变化 我们每个人 在不同阶段 在心理上 对身边的人的要求 都会有所变化的 那你 你觉得我爸她 像个男人吗 我觉得 你爸爸是一个 内外兼修的儒雅男人 这怎么了 是我说错话了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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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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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 我就是从来没有听人 这么夸过上北京 我觉得你跟你父亲的关系 一定是非常好 一般女儿跟爸爸关系非常好的时候 都会叫爸爸的大名 真好 你真是学心理学的 儒雅包换 孩子 你之前说你爸 还有一段婚姻 那为什么离了呀 我爸出轨了呗 我跟你说啊 那个女孩呢 跟你似的 就对我爸崇拜的 不要不要的 后来结婚才发现 就是他那个儒雅的外表之下 藏了一颗蠢蠢欲动的贼心 一个婚姻 一个家庭 如果男人出轨的话 女人占一半责任的 我发现你这人啊 特别善解人意 谢谢 上北京要是娶了你 可真是他的父亲 你爸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我也不知道啊 他下班晚了 那阿姨等一会儿还有事 那阿姨先走了啊 你喜欢逛街吗 当然 当然喜欢啦 那后天是周末 咋逛街去吧 好啊 这样 孩子 阿姨第一次来 来得比较匆忙 也没给你带礼物 这是阿姨的一点心意 你拿着 谢谢阿姨 没事 没事 你周末小逛街 你给阿姨打电话 阿姨陪你 好 阿姨你电话多少 1135 阿姨我们留微信吧 好 好 好 谢谢阿姨 没事 看这里 拍张照吧 阿姨 阿姨 您在一块儿的时间太短了 您呢 爸 您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爸呀 就是没看着胳膊人呢 爸爸有你有得晚 所以呢 咱一块儿待的时间又短了 爸呀 不希望 爸呀 不希望 爸的遗憾在你身上充演 要个孩子吧 要爸真比不上你 爸您甭说了 不就生孩子吗 没问题 我给您生 您要几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十个孩子我都给您生 我回来啦 我回来啦 怎么样啊 你看什么呀 这 怎么了 爸比 你今天好帅哦 不是每天都这么帅吗 哪里 今天特别帅 是 想买什么东西啊 没有啊 你把什么东西给撤了 没有啊 爸比 你 你把我房子给卖了 我哪里干嘛 爸比 不 你到底干什么坏事了 还你憋着什么坏呢 你直接跟我说 我承受得了 爸比 人家夸你一下 你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 你这样子让我很难受 你这样子让我也很难受啊 我就觉得 老是你话里有话 我老觉得脑后生风似的 爸比 我决定从今天开始 我天天夸你 我顿顿夸你 行行行 你高兴就好啊 我慢慢试试试 有没有人说过 你是一个内外兼修的 儒雅男人啊 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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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东西 内外兼修的儒雅男人 好好说话 说人话 别骂人 这都什么词这都是 你 你看什么西灵鸡汤了这是 别老看这些破玩意 那鸡汤喝多了 容易得神经病 就 就行 我去做饭去 好 来 你能不能别绕了 晕不晕啊 你赶紧接下来 有时间 有时间 走 走 不是 你 你怎么还把衣服给脱的呀 不是 晓晓晓晓你干嘛呀你啊 你踢我干嘛呀你 我让你脱衣服了你啊 咱每次不都是先脱衣服吗 不脱衣服这事怎么办啊 温叔啊 这事可是你求我啊 咱们为谁咱自本心里清楚 弄得跟我占你多大便宜啊 不是 你啰不啰嗦呀 那给个通过话 我有事 你又干嘛去这是 给我洗个澡 你不是那么半天你不能上去 现在洗你 那你快点啊 说几点了 一会儿有事呢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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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ossible 好 姐 来了 孩子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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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的时间好长呢 对不起啊 没事 没事 我才到了一个多小时 你吃点什么吧 你饿了吧 好这么喘啊 还是不吃了吧 我爸他不喜欢胖子 你看 那你这个 你吃什么呀 那我也不吃了 我也减肥 你稍微瘦一点 回头你穿摩扎的时候好看 你爸今天没休息啊 你不知道啊 他出差了 他经常出差嘛 对啊 他一个月有半个月 都在玩吧跑 那你自己住那么大房子 你不害怕呀 怎么着 金阿姨 明天打算过来 陪我一块儿住呢 行呀 我单位离你家不远 坐两趟地铁 倒一趟公交车就到了 你回美国之前 我要是每天晚上 都能给你做顿饭 不也挺好嘛 看来你还真是挺爱的 我爸的 好 爱情这东西吧 是两个人的事 那他也爱你吗 这应该问你爸呀 这不上哪儿问题啊 他说没说过 我爱你 行啊他 现在都会说我爱你了 他没跟你说过吗 我听说在国外 爸爸经常会对女儿说我爱你的 说过 老说 把我说烦了 以前我信 可是现在我不信了 为什么呀 男人的话能信吗 可他是你爸爸呀 那他也是个男人啊 你看这里边有什么你喜欢的 阿姨给你买 我什么都不去 你给我爸买点礼物嘛 他不是后天过生日吗 行呀 你带多少钱啊 我带信用卡了 额度大吗 两三千块钱 不成问题 行啊 走吧阿姨 绝对是美女啊 你还真别不相信 放心啊 这家打折啊 看看这个 对 我感觉见识你认识 我一定会介绍你们俩认识的 我让你们俩好好的认知认识 靳阿姨 你看这趟 适合我爸吗 这趟太幼稚了 不适合您爸 我觉得你爸穿衣的风格 和你眼光还挺像的 他的衣服都是我给他买的 太时尚 太幼稚 不适合他 以后阿姨也给你挑 好 谢谢阿姨 你挑的太幼稚了 方向 你看这衣服 跑开跑开 是不是特别适合你爸 这个成熟 稳重 特适合你爸 阿姨 我发现你的眼光真的 特别棒 是吧 你是不是觉得好看啊 好看 我绝对是 买了吧 等一下我看看价钱啊 别别别 你要是钱不够 我先帮你垫着 二稍微你给我的五百块钱 零花钱我还没用呢 跟阿姨出来哪能让孩子花钱 对 怎么样啊 还行啊 就是颜色稍微有一点 颜色怎么的 挺好的 看上去一开始觉得稍微有点暗 然后其实穿了以后吧 就 这还挺稳重的 是吗 挺稳重的 对 脑袋显得我肤色也还可以 还真是啊 就是啊 挺好 尺寸呢 合适吗 合适啊 合适啊 都挺合适的 长短肥瘦 那腰是不是有点肥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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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腰线特别好 显得我的 我就没那么胖 我觉得那肩有点肥 有点肥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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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肥瘦